為什麼十幾年了 妳還是一直在消費妳的女兒 沒有十幾年 有女兒才三次 所以我一直瘦不下來 對 我就瘦不下來 妳就說自從懷孕了以後 我懷孕比較瘦 什麼 我覺得帶女兒 很豐富 對 這是我因為我剛在 妳一天吃那麼多 這也太多了吧 這個是妳一個人吃的嗎 每一個人吃的就是 每一個我都有吃到這樣子 因為帶女兒真的很累 尤其是大家出於 我那天 譬如說這個芋頭酥好了 這不是芋頭酥 這是一個澎湖的名產 它裡面是用魚還有肉 妳會吃幾個 各一個 那一天吃了兩個 然後花枝 花枝丸一個 花枝丸也兩個 這個肉 那我不行 我頂多這個我只能吃半個 三公斤 我本來也想要只吃一個一個 可是它這現場 妳一咬下去那個汁都出來了 而且一點都不差 它真的碰到我的嘴巴 我趁現在就吃兩個 然後放過 妳看魚呢 魚這個可以多吃吧 魚我也有吃 這個清蒸的 比較好 比起來 我女兒也很愛吃這樣子 對 這個呢 就妳一個人的了吧 這個早餐 我有分一點點給我女兒吃 對 因為她看到地瓜 她看到地瓜跟吐司 還有蛋她非常愛 所以我們有分一點點 然後因為我就來不及 下午茶 對 然後來不及 全部都是炸的 全部都炸的 因為我午餐來不及吃 我早餐吃得比較晚 所以我就略過了午餐 然後所以我就點了一個 我女兒很愛吃薯條 因為她那麼瘦 我就點給她吃 結果我也忍不住 剛炸得好好吃 然後我女兒不愛抹醬 然後我就幫她把那些醬做切 然後到了晚餐 因為我就是早餐跟午餐 我午餐沒有吃 就是早餐跟下午茶 都吃這麼少的東西 所以我想說午餐 其實 她沒吃 晚上要吃中聖典 這一些生魚的東西 或者還有海螺 如果不要那麼多醬 我沒有沾醬 也不要沾醬 妳吃到飽都沒關係 真的 包括青春的魚 只有這一個東西 比較負擔一點而已對不對 對 這不是我點的 我朋友點的 她說澎湖特產 妳害我吃好多 晚上有喝啤酒嗎 晚上有再喝一下嗎 妳怎麼知道 妳怎麼知道 她沒有喝 可是因為那天我老公在旁邊 我終於可以解放了 都是別人的關係 對 所以我那天就喝了有 妳喝啤酒就很恐怖了 對 我那天有喝了大概 妳不能喝高粱嗎 沒有 我那天沒有喝高粱 我朋友 澎湖 澎湖朋友喝啤酒 我就跟他一人喝了一瓶 肥實了 啤酒不行 就啤酒配這些東西 我覺得好過癮 這就是我本來想要減肥的 就是到早餐 到下午茶之前 都本來想減肥 我覺得只有下午茶 跟晚餐炸的東西其實 不要 都不要 其他的妳吃到飽都沒關係 我覺得像姓妹姐講的 我覺得海鮮其實真的滿健康 然後不要蘸醬 就是醬 那五味醬 還有就是熱量很高 對 都沒有咖啡 酷